大家好,我是靈心社積層 今天這段影片其實可以說是我早前評測 Nova Air的副產品 因為當時我在用那部機器的時候 我就沽車一試試試它的螢幕投射功能 因為在我早前評測文社其他型號的時候 我發現它的螢幕投射不支援Chrome Class 但是那次一試的時候發現可以 所以順道都拍了關於用Chrome Class投射了之後 那個畫面,這一部閱讀器可以有些甚麼作用 裡面有些甚麼限制,有些甚麼注意事項 另外也嘗試去思想一下 它可以有些甚麼方向應用的潛力 所以就拍下了一段影片 上一次的評測用不著 這次我戰緝過後,所以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給大家去了解一下 其實這個比較少人說的文社 內附有在上一次firmware更新之後 所得的功能 其實都可能可以方便到你 或者某些情況下 可以讓到你發揮一些的果效 看看希望這段影片可以給你 亦都有一些啟發 或者讓你了解到原來 這項功能可以是這樣用的 好了,事不宜遲了 那就去片 都在這裏展示一下它那個螢幕投放的功能 因為坦白說,我記得我第一次去評測這個系列的時候 我很記得Chrome Class它是不支援的 雖然我記得那時我做評測的時候 我只是展示到它投射到我的notebook那裏 因為那時我用那部電視 我是裝了第二代的Chrome Class 但是是不支援的 但是不知道是否一路更新之後 是讓到這個螢幕投放的功能呢 終於改進了 當在Menu這裏 螢幕投放 現在我這部電視就裝了Chrome Class的 我一按下去連接 是可以立即呈現到的 例如你見到我筆記 我開一個新的筆記檔 特別留意一下 它不是實時投放的 即是在這個位置上 我試過在筆記上 我現在寫東西 你見到我這一筆 我還是按著未停的時候 電視的畫面是沒有東西的 我一放 跟著它才會顯示 所以它不會實時將你的筆跡 呈現出來 它會有一個delay的 所以這裏大家要留意 這一個我會覺得是一個挺好的功能 就是因為當你可以透過Chrome Class 現在支援了之後 只要你這部電視 現在很多Android TV 其實是內置了Chrome Class的功能的 即是說你在這個閱讀器裏面 你直接Chrome Class了之後 其實就有彩色 例如舉個例子 我現在手上輸入了這一部 Nova Air裏面的書 全部都變了彩色的了 《景樂傳書》這一本古籍 都特別講講 其實是因為台灣的網友 它是傳給我的 因為這一部已經會成為我現在極限測試 最大能夠讓到部機的機能 有一個呈現的一本書 因為這一本書 總共有成九百多Mbps 知自通減 我之前用的這一本 也四百多Mbps而已 而這一本《景樂傳書》 那個網友跟我介紹就是 它會是好測試到閱讀器的機能 就是因為它裏面每一頁 那個大小都超過一Mbps的 或者是接近一Mbps 所以如果一部機在讀取PDF的時候 能力是不濟的話 其實就會很慢的 就算如果用一些炸一點的筆記簿 開這個這麼龐大的PDF檔的話 隨時是用機甚至輕機的 我們又看看這一代文石的閱讀器 你能不能夠讀到呢 我們按進去看看 你見到其實是接近一秒都不用 就能夠讀取到 我現在將那個變成環向先 好,跟著是呈現 好 你見到我全部這樣去翻頁 是非常順暢的 沒有那位網友所說的挑戰 即是對他們來說 這個也不算是甚麼挑戰 兼且它這個估值原本是有顏色的 Chrome Class出來之後 都能夠見到那些印章 在閱讀器那裏其實看得不清楚 反而現在在電視屏幕裏面 就看得非常清楚 試試拖動頁數 你見到都即時可以轉換到的 是的 接著又例如轉目錄 好,我隨手按 見到都是即時的翻頁 在這裏我都特別借著這個機會 是讓大家了解到 其實這一個文石閱讀器 它在那個硬件上的強大 是有一個優勢 就是在閱讀這些這麽龐大的PDF 很坦白說 如果你是其他品牌的閱讀器 去讀取 可能首先傳輸已經要很久的時間 而開可能甚至都未必開到 都不出奇 如果你有看我其他品牌的閱讀器評測 你會知道極限測試 不是每一步都能夠完成到的 這個挑戰 而文石自從轉了高通的U之後 這方面都不再是一個的挑戰 它們都很簡單、很順利地 能夠成功達成了這個挑戰 你見到這一本景樂傳書 九百多米的一個PDF檔 它是很輕鬆能夠處理到的 所以都藉著這個機會展示給大家看 它的優勢 硬件上的優勢 好,大家眼前都見到 我開了YouTube的APP 在Chrome Cluster之後 其實那個色彩的呈現 是很清晰的可以 好,試試播片的效果 是昨天歐冠 分組賽的清華 王馬輸了給 莫爾多瓦的一隊球隊都一個挺大的爆蘭 你見到閱讀器看,畫面是比較不清晰的 但在電視播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這裏都給你們去知道那個概念 好,有一點比較遺憾都在這裏說一說 剛才展示到可以Chrome Class 你去展示你讀的那本書 我作為一個老師,我第一時間就是想 假設我有裝置 可以在課堂上可以直接將一些筆記 或者一些文章投放在那個屏幕上 展示給那些學生看 直接可以在閱讀器上面做筆記是很好的 但我就發現,Chrome Class了的那個檔案 我用NeoReader開了之後 那哪怕我在那個筆記功能 我選個顏色 我選紅色也好 在這裏,Chrome Class呈現出來 其實都是黑色的 例如我隨便當圈了一些重點 指示學生看,有個佔嘴 這裏打聲也好 是都是黑色的,呈現出來 不能夠有色彩的變化 只能夠你導出這一個筆記 那就會有色彩的變化了 但如果不是的話 你Chrome Class去投放的話 全部呈現出來都是黑色的 那就有點可惜了 如果Chrome Class都能夠呈現到那個顏色的話 可能你去做簡報 一些Present 或者在一些教學的時候 可能它的潛力就會大些了 是我試到的一些點 也和大家看一看 坦白說,有了Chrome Class的功能 現在你就可以開一些閱讀的APP 就變成了一個大屏幕去看書 哇,劇都幾爽 例如現在我開了在Readmall的APP 我這期看著這一本 《毛澤東閃為人之的故事》 看一看,如果我打開它 我都未試過用一部三十多吋的屏幕去看書 整個感覺真是很特別 當然,我們用閱讀器就是想護眼 用這些電視的屏幕 其實是會有藍光的 但也叫做一個大家可以知道 可用到的功能 也在此介紹一下 也挺特別的 好,那讀墨這期新加了一個塗鴉功能 我想用開的都可能有留意到 板式的書就可以有塗鴉的 現在我正式是柳廣誠的 《被消息的香港》 是一套板式的漫畫書來的 我可以在上面塗鴉的 挺好的 在這裏是可以呈現到一個色彩的 可以選擇粗幼、選擇色彩 可以在右顏色 有少許力,但也絕對堪用 不過遺憾的是毒脈這個功能 只能夠暫時在板式的書中使用到 留色的那些是不可以的 Chrome Class出來之後 真的好像一些鐵藍色的柱一樣 好,都給大家又指一指吧 關於Chrome Class那部份的介紹 就大約到這裏了 好,不知大家看完我的分享之後 你覺得文石閱讀器 這個螢幕投放功能 實不實用呢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老師 我第一時間想的就是 在教學上的應用 如果假設我的學校 課室裏面有那些電子教學的白板 當中是內置了這個Chrome Class的功能的話 或者我真的可以在課堂上試下用 可能真的會用得著,有幫助的 變成一個流動的一個展示板 可以用來present 再加一個visalizer 在上面直接書寫 可以即時顯示給學生知道 這個是我暫時有想到 如果假設Chrome Class支援了之後 我用得著的 我們用E-Ink的產品 其實是為了可以是護眼 我沒理由真的特地將它投射到 大電視那裡去看書的 另外Chrome Class其實現在都很便宜 三四百元就已經有了 即是去到第三代 可能本身 如果你有一些給電腦用的屏幕 跟著是插一支Chrome Class的話 其實也可以有一個即時的投射 可能也讓你有一些的幫助可以用得著的 所以都在這裡對看了這段影片的網友 都想問回你們 如果你現在知道有這個功能了 文石的閱讀器 不知道你又想不想到螢幕投放 可以有些甚麼的應用呢 你又會怎樣用呢 不妨可以在留言那裡請你分享一下 亦都可以可能brainstorm一下 讓我發現原來可以這樣用 沒有留意到 那我就感謝你了 那我就有得著了 好,就著今天這段影片 那個內容就大約站過一段落 希望可以對你有幫助 幫到你 如果你覺得這段影片都不錯 都希望你可以稱讚個好 讓更加多人可以看到這段影片 都誠邀理一下你 如果喜歡我這一類E-Ink產品的評測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希望下一次這段影片都能夠見到你 那今天就到這裡了 感謝你的觀看,拜拜